我们这个第二章 我们跟各位要谈到的就是 指点的平衡问题 也就是说了考虑假定 我们那个一个物体 可以忽略它的形状跟尺寸 只把它当作是一个点的时候 我们考虑它受到外力以后的平衡问题 那这一章呢 我们分成五个部分 第一小节 我们上次跟各位介绍了什么是力 第二小节呢 我们跟各位介绍了 从力引申到向量 基本上力也是向量的一种 唯一的差别是一般的向量 我们只有三个特征 就是它的大小方位线跟方向 然后力量呢 本身多了一个 就是point of application 所以力基本上比一般的向量 多一个特征 反正但是力是向量一种 向量不见得一定是力 那我们在前面谈到的时候 就是你们都知道的 如果说有两几个向量相加 我们通常用的是平行四边形的那种加的方式 那如果向量超过两个 也可以用成三角形的模式 如果向量是超过两个以上的话 我们就是说把每一个向量 第一个向量的箭头 接上第二个向量尾巴 一序接起来 然后嘛 都接完以后 把第一个向量的尾巴 接到最后一个向量的箭头 那个结果就是几个向量的和 那是典型的向量加法的图解法 但是这种向量加法的图解法 基本上如果只是有两个向量相加 变成一个三角形 那还蛮单纯的 我们直接可以用正弦定理跟余弦定理 找出这几个向量之间的关系 可是如果说是超过两个以上的向量相加 加出来的最后的结果会变成一个多边形 这个时候要找到向量之间的关系 就蛮啰嗦的 而且如果向量是属于空间向量化 那问题更复杂 所以我们一般在做向量加法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会希望用的是分量法 那我们今天第三个小节 就跟各位很快的复习一下 因为这绝大部分同学应该都知道的 就是如何将一个向量分解成几个不同的分量 我们所谓这边所谓的理解 基本上的意思就是分解 我们把它叫做分解 所谓的分解就是把一个向量 变成几个比较小一点的向量和 这种动作我们就叫分解 那一开始呢 我们这边先提醒各位一下 我们这边先提醒各位一下 我们这个里面很多时候 因为我们会好像说 是用力这个向量来做一个说明 但是里面所讲的观念 适用于任何一个向 任何一个物理向量的 适用于任何形式的物理向量 虽然有时候我们会说假设是一个力 但是呢 比如说一个力可以分解成几个分量 但是一般的向量 也可以分解成几个分量 这边呢 我们先跟各位说明一下 OK好 我们现在就 我们现在就看 所谓的resolution 分解 也就是说把一个向量 变成几个小一点的向量的和 那小点下我们把它叫做分量 那基本上来讲 这个分解 事实上也只不过是把向量的加法 给它反过来做 举例来讲 我们现在看看 我们下面的这个图本身呢 我这边现在有一个向量R 我想把它分解成沿着这两个方向的两个小向量的相加 那同样的道理我们就是从这边 这个向的底点分别做这两个平行线 然后把这两段连起来 像右边的这个图所示的 右边这个图就是这样的 你从加法来看 我们可以说是A加B等于R 那反过来讲 我们也可以说是R等于A加B 也就是等于向量R等于A向量跟B向量是两个合成 那这种动作我们本身就叫做分解 那这边呢 我们再补充给各位回顾一下 也就是像里面我们基本上两个名词 这是我们刚刚前面composition composition说起来基本上一直就是说 假定有两个向量A加B合成的结果 那个合我们就叫做composition 那如果说把一个向量分整成几个向量的合 这个动作我们就叫做分解 OK这两个名词很类似 但是真正的意思大家不要弄错 所谓的合能就是几个向量合成一个向量 这种动作我们叫合成 也就是一般传统的向量加法 反过来讲把一个向量分成几个向量的合 那这个动作我们就叫做分解 OK而那几个向量 我们一般就把它叫做component 我们一般说把它就叫做分量 我们把它就叫做分量 一个向量分成几个分量 然后像我们这边这个图上 又像我这图你们所示的 事实上我要把一个向量像这R 我要分成几个分量的合 事实上有非常多种 我们随便就让画 首先这边就等于是等于A加B加C 也可以等于R 下面这边我说是D加1 还有我们还可以自己随便画 也就是那一种向量 我要把它做分解那方式是有非常非常多种 它的答案是无限个 它的答案基本上无限个 只是在工程上来讲 我们一般来说 我们比较常做的是 把一个向量分解成两个互相垂直的分量和 或是分解成三个互相垂直的分量和 而这个关键点就在我们说 这个向量是所谓的平面向量 是二维的还是三维的 首先各位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现在这边说有一个向量 我随意随地可以用一个平面包含它 所以任何一个向量都可以把它叫做平面向量 因此我们后面会常谈到 大家要注意到 我现在先给各位说明一下 我们一般所说的向量是属于平面向量 或是属于三维的 就是所谓的空间向量 真正的差别是在 不是单独一个向量 单独一个向量 你要把它叫平面向量也可以 你要把它叫空间向量也可以 那我们真的说的平面空间 通常指的是 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向量在一起的时候 比如说一个指点有两个力量作用 而这如果说这两个力 可以被一个平面包含在一起 就一个不只是两个 如果一个指点有好几个力量作用在上面 如果这两个力可以都是可以包含在同一个平面 我们就说这个向量是属于二维的向量 反过来讲 如果它的这些作用力不能够被一个平面包含的话 比如说这是我一个向量 这是另外一个向量 这两个向量不可能用同一个平面包含 那这时候这两个向量就一定要当做空间向量 所以这边先给各位再说明清楚 我们所谓的二维向量或是三维向量 基本上不是只是指单一的向量来讨论的 因为单独的一个向量 随随随你都可以把它叫做二维向量 你可以叫三维的随便 但是我们一般比较考虑是超过两个以上的向量 如果这两个以上的向量可以一个平面包围 我们就说是二维 不能包围它我们就必须把它当做三维 那也讲的 通常我们在工程上习惯就是把一个二维向量 把一个二维向量 我们会分减成两个互相垂直的分量 或是三维向量分成三个互相垂直的分量 也就你们所说的一个是XY轴 一个是XY轴 一个是XYZ轴 那这边我当然忘了讲 那这边来讲呢 我们的标题 我们这边说的是二维 我们先在第二至三节 我们先只谈到的是二维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先告诉各位 如何假设向量是平面向量 如何把一个向量分解成两个互相垂直的分量 然后第五小节 我们倒是会跟各位谈到 分解成三维的分量 你了解了二维以后三维的是蛮简单的 好那首先我们先从图解法 怎么看看找到它的分量 一般会有两类 第一个你们现在看着 假设我一个向量 F等于P加Q 那如果我已经知道F 就是它的这 我要把F分成向量P跟向量Q 可是P的大小跟方向 我通通已经知道 那这个时候非常简单 我们用的就是三角形的定律 也就是说把这个向量P的 这个头连到这一边 像我们现在这样子所看到的 就是连过来 那这个就是向量Q 因为P加Q等于F 所以你知道P知道F 那Q基本上就是等于是F减掉P F减掉P在我们前面讲的向量的减法 那就是从P的箭头连到那个F的箭头 这是简单的 那另外一种呢 就我们下面现在看的 假定我现在只知道一个向量F 我要把它分解成 沿着两个特定方向的分量 如这边的虚线所示 这两个特定方向的分量 然后大家要注意到的是 这两个并不见一定要垂直 也就是等于说我一个向量 不是只能分解成互相垂直的分量 任何方向都可以 我们这话就是一个不互相垂直的 那我只知道它的方向 我不知道它的大小 那它的个做法呢 我们现在一步步给看 第一步就是从那F的箭头 做一个平行线 平行于下面水平轴的这个线 然后再从箭头呢 做另外一个平行线 OK平行垂直轴 这样子我们就说 我们就构成了一个平行四边形 那我们就知道它的这个两边 OK这一条蓝线跟这个 这个分别就是我的P加Q 这个就是最典型的 如果我最典型的做法 如果我要把一个向量 分解成两个任意方向的分量 那就是从那个已知向量的箭头 分别做两个平行线 变成一个平行四边形 那它的两边就是它的两个 本身来讲就是它的两个分量 那如果刚刚所讲的 我们在工程上面最常做的 就是把一个向量 分成成两个互相垂直的分量 OK 这个坐标系统 我们一般叫做鞋 坐标系统一般有两种 一种你们熟知的叫直角坐标系统 就它的坐标轴互相垂直 你们现在在荧幕上看到这个呢 是叫斜角坐标系统 倾斜的斜 也就是说我的角度不见得是90度 这也是坐标系统 只是我们一般工程上不常用 但是偶尔特状会用到 这个只是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不是坐标系统不是一定要直角 也可以有斜角的 只是通常工程上 我们习惯用直角坐标系统 不找自己的麻烦 然后沿着两个坐标 那我这边这个直角坐标 画成斜 画成歪的原因 只能让各位了解 直角坐标系统的重点 只是在我的这个这两个轴 X轴跟Y轴互相垂直就好 但是不保证一定要水平跟垂直 Y的也没关系 只是我们通常习惯以水平轴到X轴 垂直到Y 垂直到Y轴 但是不见得看某些问题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拿斜的边 到X轴也会很方便 所以我这边故意画成一个斜的 给各位看一下 只让各位了解 好 那我们现在看 假设我现在有一个直角坐标系统 那我们就是水平跟垂直 当做我的X轴 当做我的X轴 跟我的Y轴 然后我现在这个力量F 就是讲的我可以分成 一个是X方向的分量 一个是Y方向分量 做我们的这个平行线 做这边的平行线 我们就可以到这两边 那这个呢 我们因此我们写成F 整个向量等于FX加上FY 记得这都是粗体字 都是代表向量 也就等于说 这个FX就是叫做F的向量分量 或是应该叫做分向量 我们叫做分向量 因为它是一个向量 OK 一个向量可以分成两个分向量 或者我们一般简称叫分量 FX加FY 现在是属于一个向量的形式 好 下面跟各位介绍一下 就是说一般来讲直角坐标 我们通常是水平垂直 但不见得一定是 然后呢 在我们继续讲以前 给各位回问一个很重要的名词 我们叫做Unit Vector Unit Vector 我们叫做单位向量 它这个单位指的是 这边的Unit U-N-I-T 指的是一的意思 所谓的Unit Vector 指的是一个向量呢 它的大小就是一 然后它只表示方向 它没有单位 听清楚 Unit Vector 我们中文叫做单位向量 但是实际上 它是一个没有单位的向量 它的大小就是一 不是代表一公尺或一公尺 什么都不是 它就是一 它只有大小 而且它主要是指示方向 它只要用来描述一个方向的 我说这个方向 这个就是这个的单位向量 这个方向 这个箭头就是这个方向的单位向量 我再讲一下单位向量 只是用来描述方向 它的大小一定是一 但是它不会有单位 它完全没有 它本身呢 完全没有单位 那我们现在就假设 就像我们现在你们图上 这边所看到的 OXY 是一个平面直角坐标系统 那是我们习惯用的 把小写的I 跟小写的J 基本上分别带着沿着X方向 跟沿着Y方向的单位向量 所以I跟J 如果我说I是这个方向 就是代表说 这个就是我假设的X方向 是这个方向 就代表这是我假设的X方向 我们也就等 我只要知道I的方向 I这个箭头画到哪边 就代表我X的正向 是哪里 所以I跟 那这是我们的惯用法 没有人规定你一定要用I跟J 来代表X跟Y的单位向量 但是绝大部分 我们通常都是这样子用 你如果说我喜欢用LM 来代表X跟Y的单位向量 可以 没有错 但是你就要先说明 大家看不懂 可是如果说你只是 直接直写I跟J 你不要讲 大家也知道 这是代表I跟它的单位向量 那一般 这边我们刚刚忘了说 单位向量 这是看习惯 一般来讲我们还是用初体字 比如说如果是I的话 我个人在讲义上的习惯 不是用初体字 我就会上面有一个小箭头 我用这个代表 用这个 有点区分 这种画一个一半箭头 是我个人习惯 是代表是一般的向量 画了这一个好好的 小三角形的样子 指的就是单位向量 如果是我自己用笔写的话 我会用这个符号来做区分 那各位并不见一定要用这个符号 只是有时候能够分清楚 什么是一般向 什么是单位向量 本身会好一点 所以那所谓的真正的向量 指的就是像这边讲的 我fx这个分向量等于我的大小 现在fx这边的fx是小写 是写体字 也就等于我的大小乘上单位向量 也就等于说任何一个向量 就是等于它的大小乘上它的单位向量 我们这边先补充给各位说明一下 所以讲的我任何的一个向量 a都可以等于我的大小 a这个指的是a的角 a的大小乘上了a的单位向量 这个a指的是大小 这个就是单位向量 这是我们任何一个一般向量的表示方式 大小乘上它的方向 单位向量指的是方向 它不会有单位 我真的的单位呢 就是摆在这个a 如果a指的是长度 那这个a的单位就是公尺 如果说a指的是速度 那这个的单位就是每秒多少公尺 记得单位是跟着纯量走 不是跟着方向走 方向只是表示方向 任何一个向量 我们都是表示成为它的大小 乘上它的方向 但是要注意到 这个a 这个大小不见得一定是正的 举例来讲 如果这是我i的方向 那这边就一定是负i的方向 因为它的方向向一定要带一个负 带一个负 所以如果说我是说假定 是朝左边 这边有一个五公尺的话 我这边的这个a应该写成5 乘上负i 因为它的大小是5 方向是负i 我把负提出去 我们通常就会变成负5 正i 也就是等于说 我的这个大小这边呢 有时候我们会变成负 因为我后面的方向一定指的是 某一个正向的单位 这个负物指的就是方向就朝上负i的意思 如果这是一个分量的话 因此分量 有的时候是正 有的时候是负 如果我真正的方向是跟我的单位向量 我假设的单位方向相反 我的那个数字就会变成负号 那就像我们这边所看到的了 f就可以等于fxi加上fyj 那这强调我再强调一次 反正我的每一个 有向量的 这个叫做分向 它是个向量 这个fx等于它的大小乘上i 这个就叫分量 我们一般来讲 常常说一个向量的分量 有的时候我们讲的是这个向量 有的时候是讲的是分量 但一般来讲 我们现在开始 如果说我谈到一个向量的分量 指的都是只有这个大小 我再强调一次 记住这个大小是有正有负 它会有正有负 也就是我们一般的分量 指的只是它的大小 不是指的方向 因为方向已经被后面 这个i或是j所决定了 OK 被i或是j所决定了 好 那就像我们讲的 假设f向量f 它沿着x轴跟y轴的分量 是fx跟fy 记得现在这两个指的都是纯量了 它是有方向 然后那我f的大小 就等于fx平方 加上fy平方 然后呢 如果我这个向量f跟水平轴的夹角 我们叫做c打 那我们就会知道 tangent c打 tangent c打等于fy 除以fx 那在这边来讲 然后fx可以等于f乘上cos细打 fy等于fy乘上sin细打 细打记得是f跟x轴之间的夹角 反时针来算 我们也可以把它 你们从图上可以看出来 我的f也可以 那个fy fy也可以写成f的cos的二分之拍子 也细打 就是f sin细打 本身f sin细打 那这边呢 告诉各位几个 从这个这边来讲 我们有四个方程式 一个是f等于fcos细打 fx 一个fy等于fcos细打 一个是tangent细打 等于fy除以fx 还一个是f的大小 我这边有四个 我这边有四个方程式 实际上任何一个向量 也只有四个值 哪四个值呢 一个就是大小f 一个是f f跟x轴的夹角细打 第三个就是它的x分量 第四个就是它的y分量 任何一个平面向量 基本上只有四个值 它的大小 它的夹角 这个夹角就代表方向 fxfy是分量 那这四个里面 我们只要知道任何两个 都可以通过这四个公式中的 某两个 把另外两个找出来 也就等于说 这四个值是相关的 任何一个向量 它的大小角度 跟它的两个分量 你只要知道 其中的任何两个 都可以从我荧幕上打勾了 四个公式中的 某两个公式 把另外两个值给算出来 那这个就是一个平面的向量 它的基本平面的向量 它的分量 大小跟方向 再强调 系达就代表了这个向量的方向了 它以x为参考点 看它是反时针转多少度 系达是反时针 然后我的这个分量 同时呢 我们这个分量 fxfy 因为这是直角坐标 所以也就等于f这个向量 在x方向或y方向的投影 我们所谓的任何 比如说这是一个向量 在任何方向的投影 我们说这个方向好了 向量在这个方向的投影 就是这个 做这个垂直线 的这个距离 这个指的就叫投影 所以这边来讲 我们告诉各位 向量的 任何一个向量的直角坐标分量 就是等于这个向量 在这个坐标轴上的投影 但是只限于直角坐标 如果我刚刚讲的 向量是在斜角坐标上的分量 它就不是它的投影 因为投影一定要垂直的 只有直角坐标的分量 就是代表这个向量 在这个坐标 这个坐标轴上的投影 那下面的这个表格 你们课本上没有 我们只是 我是在别的地方抓来的 只给各位做个参考 我们知道一个向量 如果你以xy轴来讲 向量可能分别在第一向线 第二向线 第三向线 第四向线 就我刚刚讲的 它的分量不见得一定是正的 那这边这个表格就告诉各位 在第一向量 两个分量都是正的 如果是在第二向量 fx就是负的 fy是正的 第三向线 fx跟fy都是负的 第四向线 第四向线 fx是正的 fy是负的 因为这个向上各位就已经很熟了 反正因为 就是看本来在那个向线里面 你的x值是正还是负 我的fx就应该是正还是负 你们有兴趣可以抄一下 没有啊 因为这个应该跟我还蛮熟悉 那下面呢 我们给各位谈 我们再回到 刚刚找的向量分量 我们先讲的 fx等于fcos细打 fy等于f乘上sin细打 但是有的时候 因此 如果在第一向线都没问题 我们拿第二向线举例子 这是我x 假定这是我的向量 ok 所以依照这个来讲 这个是细打 从这边算 所以如果说你是一直抱持的 就是fx等于fcos细打 fy等于f 它的大小乘上sin细打 不管这个向量 是在第几向线 你只要记得我的细打 一定从这边算 反过来讲 如果说我的向量是这样子的话 我的细打就是整个这样子算过来 ok 直接带到这两个公式 它自然的就会呈现出是正还是负 你们要比如说是在第二向线 细打一定是在90度到180度之间 那你们都是很熟悉的 cos的细打落在90到180之间 就是等于负 所以fx自然是等于负 这是一种直接算分量的做法 就是直接带这个公式 但是从这个图上 我们也可以看 我这个的向量 我也可以直接用画 我用三角形的做法 我就可以直接画 这个加这个 这个加这个等于它 所以这个也就是fx 这边这个呢 就是fy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 如果我不要管这个细打 比如说中间的 它更加的alpha 我也可以说 我直接写fx 因为我自己判断它是负的 就变成是负的 然后f乘上 cos alpha 这个就不见得是代公式 但结果一样 因为我们知道alpha就是等于排减细打 那cos影的排减细打 就等于负的cos影细打 结果就是等于cos影细打 结果是一样的 那这是另外一种写法 也就是等于说 这种做法就是 我直接把三角形给画出来 我直接来判断 它是正式负 前面先把负号带进去 然后后面呢 我们就直接用最简单的三角方式 三角公式 我再举个例子来看 假定我一个向量现在是这样子 我这个角度是细打 那当然如果说我要带fcos 那我真正的细打 应该是这样子算过来 排减掉这个值 可是反过来讲 我也可以说我的向量 就是等于这边到这边 因此这是负的 所以我说fx是等于负的 f记得 因为角度在这 等于负的f3细打 fy呢 是等于也是负的f 变成了cos细打 这个就是直接 我们把一个向量分解成 两个垂直分量的时候 我直接是先判断出来 先把它的两个分量方向给画出来 然后直接根本不去背公式 直接用基本的三角形观念来画 当然我们要清楚地判断正 对或正 正或是负 那这边只是告诉各位 我们一个向量 如果要变成两个垂直方向的分量 不管它是在第几向线 两种做法 一个你就背公式了 fcos细打 f3细打 但是记得细打一定是要从 x轴反时针算过来 否则的话 就是直接用自己的直觉 把一个向量两个分量先画出来 然后决定正负 然后再依照三角形的 三长函数的观念 把它的fxfy给算出来 那下面这边呢 我们给你们课本上 在38页39页 有一个简单的例子 它不真的立体 它叫做观念运用 只是把前面讲的观点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跟各位说 我们现在介绍了我们这个第二节 二至三节的第一个例子 我忘了有没有跟各位讲过 我们这个课程 我的讲义 基本上是大约的就是依据你们课本上的东西 依据你们课本上的顺序 只是呢 我的章节分法不一样 因为你们的课本上分了非常多的小节 太繁琐 所以我这个课程的小节 基本上一个小节可能是你们课本上好几个小节包含在一起 所以小节的小那个节 第几节跟你们课本不见一样 但是只要有出现公式或是有出现图 我会把你们课本上相对于的图的编号 如这边所显示的 或相对于的公式的编号 我都会写的便因你们看的时候容易对照 万一你们没有印这个的讲义的话 所以我们现在跟各位谈到的是我们这个第二 二至三节的第一个例子 那也就是你们课本上38页的所谓的观念应用 它很单纯 我现在这边呢 作用在A点的现在有一个力量 它的角度是 它跟水平的角度你们看 它的角度不是跟X轴哦 四根负X轴乘35度 它的大小是800牛顿 那我们想要问的就是这个力量 这个力量 它的那个分量是多少 我们想要知道这个力量 它的分量 水平分量是多少 垂直分量是多少 就是讲的 如果依照我公式的细打 不是35度大家注意 是145度 真正我们说公式等于F口赛 细打的就是这一个角度 这是180减掉35度 所以我们说水平方向的分量 是等于800乘上口赛 135度 那自然就会变成负的 得到的是一个负的655牛顿 这是一个做法 还有另外的一个做法 就是像我刚刚讲的 我也可以把这个项量 就当作是这一个项量 加这个分量 那这个就是水平分量 所以呢 我们说也可以 那我知道因为是在第二次 直接是负的 所以我说就是直接等于是负的 800乘上口赛35度 因为这边的这个就是口赛35 结果答案还是一样 也是等于负的655 那同样的道理 垂直方向的分量 我们可以写成800乘上 赛135度 得到的是一个正 或者说是就是等于正的800乘上 赛35度 也是一样 这个例子就是介绍了 我刚刚讲的两种计算 向量的垂直分量的做法 一个直接代公式 fcosc打 fsinc打 但c打一定要从水平走算 另外一个直接自己画一个简单的图 从图上利用三角函数来做 但要判断正负 哪个审视 那就是见仁见智 OK 这是见仁见智 那最后的答案 我们写的就是 我f等于负的655留顿i 要记得 真正最后的时候 你一定向量里面 除了大小 一定要写上单位向量i 加上459 结 还有单位 不要忘了 既然你们考要注意到 这里面很多都有单位 绝对不要漏掉单位 否则你不能只写一个655 人家不知道他到底知道我什么意思 负号不要忘 这是第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第二个是你们课本上的 所谓的观念应用第二个 所谓的观念应用二 他这个指的是 在这个屋顶 你们现在看到 在一个楼房的屋顶A点 有一个人拿着一个绳索 从A 从A往B 这个人站在是一个B的位置 拉一个绳索 题目问的就是 这个绳索作用在A点的力量是多少 记得 绳索受的一定是拉力 这个你一定要做 这个题目你们要先看清楚 他最后问的是 作用在A点的力量 因为这个方向有差 如果题目问的是绳索作用在A点的力量 那这个是我力的方向 因为我在拉的 如果题目问的是绳索作用在这个人 在B点的拉力是多少 我的方向是这个 这两个力量大小一样 方向刚好相反 所以碰到绳索的拉力 一定要弄清楚作用点是什么 题目说作用在A点指的就是 这个力量的作用点是A 所以它是朝右下角的方向 反过来的话 它就应该是要朝上左上角 所以这一题我们要做 因此像这个图这边各位所看到的 我们的力量是朝右下角 然后题目呢 他本身问的 假定我们现在知道 这个力量的大小是300牛顿 题目问的是 这个力量的水平 作用在A点的这个力 指的就是这个力 它的水平分量 跟垂直分量 OK水平分量跟这样 那很简单 我们都知道 我只要知道这个力量 跟垂直的夹角 我们这边讲的是一个阿法 因为它现在是顺身算 算是阿法 重点是我要知道阿法是多少 OK 可是不要忘了 这个里面 这个指的是阿法 但是真正的细打 是等于2拍减阿法 千万不要忘 我不知道阿法多少 它告诉我一个尺寸 这边的距离 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个距离8公尺 这边的距离是6公尺 然后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所以我们很简单的 可以找出来 我的阿法角的大小 所以第一个 我们看AB的长度 就是8的平方加6的平方 开根号 刚好是5公尺 刚好是等于5公尺 所以我光这个从这个图上 OK 那 cos的 cos的阿法 很明显 就是等于5分之4 sin阿法 等于5分之3 好 那我现在知道 我的大小力量是300牛顿 本身来讲300牛顿 我的分量呢 你们注意 这也是一样 如果你是代公式 fx的分量 fx的分量 就是等于我的大小 不是乘以cos阿法 又要乘以cos细打 细打是 像这边讲的是2π-α 那cos的2π cos2π-α 就是等于 还是等于正的cos阿法 所以是 那个就是300 乘上 300呢 乘上5分之4 OK 最后等于240 反过来讲 我还没成哦 反过来讲 sin细打 等于syn2π-α 是等于负的 sin阿法 所以等于负的 5分之3 那最后呢 我们这边 就直接 乘上去 一个 240 流顿正的 一个是180 的负的 那最后 我会知道 那这个例子 主要就是告诉各位 有的时候 题目不会真正 给你角度 但它会给你 一个尺寸 而你用三角 三角函数 我们也可以 把角度 给算出来 第三个观念应用 很单纯 现在也是一样 这边有一个 作用力 我已经知道 它的分量了 700n 加上1500接 700i 就是水平分量 是700 纯值分量 是1500 那它问你 大小是多少 那就是700的平方 加1500的平方 开根号 然后它问你 这个力量 跟水平轴的 夹角多少 就是Arctangent 那个Fy 除上Fx 就是Arctangent 1500 除以700 我们就得到了 这样子 我们得到了 这样子的一个 得到了这个的角度 那这三个应用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回顾一下 我们刚刚讲的那三个 本身呢 那三个例子 第一个 这一个 我知道大小跟角度 就我们刚刚说的 一个例 反正四个东西 大小 角度 两个分量 这个 我知道大小跟角度 然后要你算 它的两个分量 这一个 是我知道大小 严格说起来 这也是知道的角度 虽然我不知道 那个 α等于多少 但是我知道 这个直角三角尺 八公尺跟六公尺 我还是可以 把α算出来 那第三个呢 就是反过来 我们知道了分量 可以直接找出 它的大小 跟它的角度 好 这边我们要提醒 各位一下 如果你要算 它的角度 一般来讲 注意 我们一般的工作是说 我的细大 等于Arctangent Fy除Fx 如果你带的是这个公式 这是基本的公式 你要记得 Fx跟Fy 如果是正 你的正号就要算 是负 你就要带负号 这样子的话 你才能够把你算出 你真正正确的角度 因为你不要忘了 角度之后 x 角度呢 我们是从x之后 反过来讲 这个 这个你就一定要很清楚 你的Fy Fx 是正的就要带正 举例来说 如果这是我的 这个 你们要非常小心 因为我真正的角度 是这边 是这一个 可以你知道 这个是我的Fy 这是Fx 你真正的 本来应该是 -Fy除上-Fc 但你也晓得 如果你真正的把 Fy Fx 都带进去的话 它复复得正会抵消 你真正最后 你算出来的细打 其实只是这一个 你带这个公式 你算出来只是这个角度 所以实际的角度 还要加上一个π 才是你真正的细打 所以我们会建议各位 你如果是要算细打的时候 也是一样 直接画个图来看 然后你就知道 我不管这个是Fy 这是Fx 我就是拿这个 除这个去act tangent 得这个角度 最后再看要不然夹 否则有时候 你能搞会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反过来讲 如果这是例 我就拿这个的绝对值 除以这个的绝对值 取tangent 取出来的tangent 就是这个值 这有时候写得不太清楚 那我真正问你细打多少 就是π剪掉这个值 如果人家要你算一个立根水平轴的夹角的话 我们会也是建议你 直接用你们高中所学到的 把三角形画出来 然后再来最后写那个细打 OK 不要盲目的 我再强调 不要盲目的在这个公式 你直接盲目带这个公式 有时候你出来的细打 可能不是你要的 除非它是在第一向线 只要是在二三四向线 你很可能直接带进去的角度 不是你真正要的 这个是 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们讲的 前面介绍了 如果一个平面向量 我们怎么样找出 它在两个互相垂直的轴上的分量 那这个目的在哪里呢 我们就是希望要做这个向量的加法 现在与这个图上 各位先生们现在所看到的 这个图来讲 假设有三个力量 OK PQS 三个力 作用在同一点 我们要找到三个力的合力 首先提醒各位一件事 力量 注意 重点是力量 如果几个力量要相加 必须要这些力量的作用线 一定是共点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把几个力量 合在 作用在同一个点 才能相加 不能随便加一起 举例来讲 如果以这根拐杖来说 这边有一个力量作用 这边有一个力量作用 你不能随便把这个两个力加起来 然后看他们对这个感知的影响 你要把这两个力加起来 所以要先把其中的一个力量 移到另外一端 让这两个力量共点 但是这个共点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额外的效果 那个是我们第三章会告诉各位的 这边只是提醒各位 一定要劳劳记一个观念 如果一个工作件 有好几个力量作用在上面 你想把这几个力量加起来 看它对工作件产生的效果 不能够随便加的 有一些手续要处理 力量一定要通通作用在同一个点上 才能相加 像这个图来讲 P跟S中央在同一个点 那我们告诉各位 这个力量它的相加 用分量就很简单 OK 首先第一步 把每一个单独的力量 都找出它X跟Y方向的分量 所以我们说合力的分量 叫RXI加RYJ 什么我不知道 但是呢 PQS我都可以分成 I方向的分量 跟J方向的分量 如荧幕上所显示的 然后我们就知道 如果是同样的分量 我们可以加在一起 而且等号左右两边 同一个方向的分量 是相等 因此 我们可以得到RX 也就是等于PX加QX加SX RY等于PY加上QY加上SY 也就等于说 如果有几个向量 你要把它加在一起的时候 它的合力 X方向的分量 等于每一个单独的向量 它的X分量相加 Y方向的合力 R Y方向的分量 RY 也等于每一个单独的向量 单独在Y方向的分量 加在一起 那如果你知道合力的RXRY 那整个合力的大小 就很简单 是X平方加RY平方开根号 我合力的方向 也就是合力跟水平的夹角 就是ArctangentRY除以RX 所以知道了分量 做加法 就远比用图结法简单 我们下面给各位看一个例题 这是你们课本上 课本上的第三个例题 你们课本上2.3 那也是我们这一张的第四个例子 大家就在这个A点上面 我们现在你们看 有四个力量 F1 它的大小是150牛顿 然后它跟X的水平轴的夹角 是30度 F2 在第二项线 它的大小是80牛顿 然后注意 它这个夹角20度 是F2跟垂直轴的夹角 那也就等于说 跟水平轴的夹角 应该是110 要加上90度 第三个F3 它的大小是110 刚好沿着Y方向 可是朝上-Y方向 第四个力量 大小是100 它跟X轴的夹角 是15度 然后我们现在 题目问的 就是有这四个力 都作用在A点上面 我们想要知道 这四个力量 它的合力 是多少 以及它的合力 跟X轴的夹角是多少 顺便知道 这四个力的合力的分量 那就像我们讲的 一般来讲 很传统做法 就是像你们在荧幕上 先在这边看到 我列一个表 这边第一个是四个力 第二个是这四个力的大小 第三行跟第四行 分别就是每一个力的 X分量跟Y分量 那我们这边 我们一个跟各位讲 第一个X分量 它的大小是150 因为角度是30度 所以X分量就是 150乘上cos 30度 Y分量也是正的 就是150乘上sin 30度 就是得到它的X跟Y分量 第二个力量 大小是80 这有两个做法 如果你要用cos 30度 它的细打 它的细打记住 不是20度 是110度 所以第二个分量 你是用80 乘上cos 110度 你会得到一个负值 所以你们看 它的X分量是负的 然后80乘上sin 110度 你会得到一个正 但是 但是第二个力量的分量 还有一种做法 就是我们现在看 你这个图上 我回到前一个图 这个图表给它弄得太乱 以这个来讲 我也可以说 这个力量的大小 就是等于这个力 加这个力 所以我们的F 这个的FX分量 也可以等于是80乘上sin 20度 但我要知道是负的 所以第二个力量的X分量 也可以写成80乘上 负的80乘上sin 20度 然后它的Y分量呢 就是正的80乘上cos 20度 这另外一种做法 第三个分量最简单 因为它是110 它是朝下 所以FX分量等于0 FY就是负的110 第四个 好 也要注意到 它跟X螺夹角 这边写的是15度 可是这个15度 它真正的细打是多少 是360度减15 所以我的细打是等于345度 如果你 最后F4 你是用100乘上cos的345度 会得到正值 乘上sin的345度 就会得到一个负值 或者是 FX也可以等于是100乘上cos 15度 就直接正 Y方向呢 等于100乘上sin 15度 但是要带一个负的 就得到结果 然后我们把sumation FX加起来 sumation FY加起来 这个就得到我这个合力 的分量 OK 我们可以得到我这个合力的分量 当然很明显你们可以看出来 我的RY 远比RX 要小得多 那真的问我们的大小 好 先看我的夹角 像你们图上所看到的 因为RX跟RY都是正的 所以我知道是第一项线 那我的细打就直接带 Arctangent FY除那个RY除以RX 最后得到一个4.1度 那我的大小呢 你可以用RX平方加RY平方 开根号 而你们课本上的答案呢 它是反过来 因为我们知道F等于 抱歉 R等于RY乘上sin细打 细打已知 所以它 所以呢 抱歉老师写反了 RY等于R 对不起 RY等于R乘上sin细打 因为细打知道 所以我R就是等于RY除上sin细打 就得到这个结果 记得 这个也可以用RX平方加RY平方开根号 没有一定的做法 是随便 这个例子只是很简单的 告诉各位 如何把几个向量 用分量的方式加起来 可以得到它的结果